接下来呢我们考察一下刘染的职场情商如何 有人跟你这么说 说上班啊就是来工作赚钱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 所以啊用不着和同事们打成一片 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首先你上班已经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你真的只是这辈子只是为了赚钱的话 那么你的人生确实是很不如意的 你要珍惜当下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与同事处理好关系的话 你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而且你们工作的话 我觉得团结也很重要 因为你是在一个公司上班 如果你只搞好个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公司可能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觉得孩子三观特别正 同时我想说一个加双眼号的评价 他真的是一个还没有被社会毒打过的孩子 但是我希望你即便遭受了社会的毒打 加双眼号的毒打 也依然要保持你今天的这份真诚 和坦率 这个是太难得太难得了 你听到刚才大家的鼓掌了吧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如果他们企业当中 有你这样的女孩子年轻人 他们会很欣赏你 这也是你今天最拿人的地方 来吧 八位企业家 你们都留着灯 接下来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请选择 我希望你在天津 你是 你为什么看看我们 你才决定游不留灯 对啊 小姨 你快点快点 你是想好了 好 刘染 潮汐 曹妍都为你留灯了 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 不伤感情 祝贺你 来 我们又请潮汐和曹妍走上金家台 刚才雅云老师也跟你介绍 实习的公司可能无法达到你 之前填写的这个薪酬 它的每天应该是150左右 刘染 非常希望能够在 你上学实习的过程当中 给你一个岗位 那保力豪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这个抖音主播 工作地点在天津 就是每天是要直播多久呢 我们一般每一次直播是三个小时 时间还是有弹性的 可以在你完成学业之后 好 谢谢 六人游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主播和短视频演员 然后你可以周末到北京来工作 好吧 我们提供安排住宿 谢谢 好吧 考虑一下保力豪和六人游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家 如果都不满意 可以说一声谢谢再见 结束你今天的面试 你最后的选择是哪一边 我选择保力豪 祝贺曹妍 祝贺刘冉 感谢潮汐 选择保力豪的原因是因为 我是长期在天津在校的 他是可以在校播的 然后我考虑到了地域的问题 很感谢潮总能够提供这次机会 然后我觉得以后 也有可能会选择你们的公司 非常开心 很满意 在大学期间也可以得到一份兼职 报名参与菲尼莫属 请将简历发送到 菲尼莫属2010 at 126.com 如果企业家想招募人才的话 请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菲尼莫属招聘全品 at 163.com